台大化工系今年应届毕业 澳门籍乔生陈浩阳 去年12月涉嫌在北市青田街 杀害流浪猫大举子 遭移送法办 周四又传出他自行投案 坦诚杀害北市一家 蔬食餐厅店猫斑斑 苹果周四上午电话联系到陈浩阳 但他不愿受访解释 对于陈浩阳离谱的行径 台大校方表示 台大强调 虽然陈以修满学分符合毕业资格 但他还没办完离校手续 目前还算是台大学生 校方周四已启动讲诚委员会讨论 因为是在犯 那前面两大过两小过 接下来可能他就面临 可能是要面对退学的处分 审议的结果是 应该是退学 我们就会退学了 一旦陈浩阳被退学 恐成为台大校史上 第一个已符合毕业资格 却被退学的学生 生活中心台北报导